贵阳的刘女士有一套空置的房子租给了别人,最近她却突然报警。称,租客可能死在了屋里。在刘女士小区的院子里,记者见到了其他几个住户。他们表示,最近一段时间,都没见到过租刘女士房子的那位租客,因此刘女士才着急上火,赶忙报警。刘女士怀疑,我估计有可能死在家里了。租金都不重要,关键是人要没有事就好了。 刘女士表示,这套房子是以每月1200元的租金租给对方的。当初约定好,是三个月付一次租金。刘女士称,对方于今年三月份付了房租以后,就再也联系不上了。据了解,租客姓刘,其余的情况,刘女士并不了解。由于房门上锁,民警接报后电话联系到了开锁匠。花了不大一会儿工夫,门打开了。然而,进入屋子后。 刘女士就傻眼了,里面没人,但屋内不少物品也都不见了。刘女士说电视,冰箱和洗衣机还有电磁炉,全部都不见了。房间里可以看到,地面上一片狼藉。除了一些生活垃圾外,任何值钱的物件一样都没有留下。 刘女士,肯定是搬走了,还把我这些东西都卖了。不过也好,人没事,就放心了,反正人在坐天在看,都是凭良心做事。人虽然没事,可这一屋子的家当,该怎么办呢?民警给了刘女士一个建议。 贵阳南明区朝阳派出所民警杨熙龙表示,她这种行为属于侵占他人财产。但是这属于自送行为,要自己到法院提起诉讼。 民警表示,如果刘女士需要警方开具证明材料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话,他们一定会积极配合。 不过刘女士说,她准备先请开锁王换把新锁。至于要不要起诉对方,她还要考虑考虑。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